- 打的時候號碼就從頭來的時候 有一次MISS就突然講出一句說 你在今天拿15分我送你XX 然後你一直都說真的嗎 晚上打出那樣我們大家也嚇到 然後有XXX 這樣喔你太現實了吧這樣 真的是打球真的是很多 - 打球真的是很多話少了 因為我那時候遇到XXX 然後他就叫我 他說這你知道怎麼上來嗎 - 又怎麼上來 然後你就上了之後腳這樣踢上去啊 - 看誰可以站你前面 - 烏鷹腳 - 歡迎收看 - 悲情緣透 - 我是紫薇 - 大家好我是雪麗 - 你們覺得這個組合還蠻新型的 - 蠻怪的吧這個組合 - 我小時候到底是要怎麼用 - 應該是沒有什麼代勾啦 - 因為在這個球隊跟他們混在一起 - 蠻了解他們的個性的 -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代勾 - 活潑可愛大方 - 加上 - 外語能力蠻強的 - 蠻開心的 - 最近練得不少 - 滋味蠻活潑的啊 - 比較好學 - 也比較愛交朋友 - 所以一開始 -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- 第一次到球隊的時候 - 一開始投籃 - 我就是跟泥土 - 對 - 就稍微提醒一下 - 我說投籃就是要結合比賽 - 讓他把那個 - 那什麼投籃的那個節奏 - tempo快一點 - 對快一點 - 跟比賽節奏一樣這樣 - 比較有一些印象訓練這樣 - 稍微提醒一下 -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 - 可以跟這種老大哥交流 - 因為他們身上就是 - 滿滿的都是經驗嘛 - 所以就去多聊天啊 - 然後那時候在投籃 - 我也沒有特別想什麼 - 然後突然協議跟我說 - 所以我覺得你的tempo - 可以快一點什麼的 - 然後就覺得 - 對 -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兇啊 - 對 - 他說他說 - 他說我覺得你的tempo - 可以快一點 - 我笑笑 - 我現在不了解他們 - 然後比賽的時候會怎樣 - 然後我就說好好好 - 然後就照著做這樣 - 然後我就覺得 -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 - 就是會有那個 - 老大哥幫我們提醒啊 - 翔哥也會啊 - 對啊 - 帶著我跑戰術啊 - 嗯嗯嗯 - 當 - 因為一開始來的時候 - 戰術還比較不熟悉嘛 - 嗯 - 然後我就請教子偉 - 就有幫我跑一些戰術啊 - 讓我記一下 - 趕快融入球隊上 - 像蠻靠學的 - 然後也會去做一些教練 - 就像我剛才講的嘛 - 活潑嘛 - 愛交朋友嘛 - 嗯 - 這個是他的優點 - 我覺得這 - 多個方面發展 - 我覺得這對他們 - 發展性蠻高的 - 對啊 - 沒有那你打高中 - 高中的時候是幾年 - 16歲啊 - 我應該才一輛三歲吧 - 他 - 16歲呢 - 我16歲 - 你16歲的時候我 - 那我還沒出生 - 還沒出生 - 對啊 -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- 學英哥之前 - 其實高中的時候怎麼樣 - 他們沒看過我們高中打球啊 - 對 - 之前高中也是那種 - 低調一點點好了 - 不要太高調 - 哈哈哈哈 - 不要痛痛啊 - 沒有啦 - 以前只有 - 眼中只有籃框 - 以前學英哥打球 - 我以前是打二號位的啊 - 我現在打得分啊 - 我是打後衛的 - 我不是後衛出來的 - 高中的時候 - 我以前高中就是眼鏡只有籃框嘛 - 那一年我高中得分王啊 - 我之前有講過啊 - 對啊 - 只是說 - 提總沒有辦法這個獎項 - 蠻可惜的 - 為什麼 - 為什麼那時候資源沒那麼好 - 不是啦 - 就是 - 可能有一些因素吧 - 可能不鼓勵 - 單打獨鬥 - 喜歡團隊才強 - 所以他把那個獎項 - 就是拿掉了 - 但是至少我們的那個 - 風光偉業還在那邊 - 至少七路還是在那邊 - 還是先Cue一下提總 - 再補發一下 - 補發一下 - 之前 - 再別人欺負個全國 - 再補發一下 - Cue一下 - 冷很nice - 冷很nice - 然後 - 然後 - 覺得太官方了啦 - 那我對選一個 - 印象 - 就是他來的時候 - 然後有一次 - 他在場下 - 我們有時候就會 - 聊天這樣 -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時候 - 他跟我說 - 你們年輕人 - 就是要從防守去 - 增加自己的自信 - 然後就是說 - 叫我們要 - 防守的時候 - 要有親約性這樣 - 然後我就想一下 - 嗯 - 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- 就是你可能 - 剛上去會 - 有時候可能會 -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- 或者是沒有自信 - 然後 - 但是你如果從防守去做起 - 你也不會害怕 - 有什麼失誤啊 - 因為我們其實 - 就像選英哥說 - 沒有包圖 - 就是年輕的腿 - 就是尬下去 - 所以就覺得 - 蠻有道理 - 那你們私下 - 都會聊些什麼 - 你知道嗎 - 我的 - 選英哥黑白車很厲害 - 哈哈哈 - 喂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這可以播嗎 - 哈哈哈 - 因為你也知道對不對 - 家裡有小孩 - 所以他跟小孩子玩 - 我們要跟小孩子有互動 - 他說他都是這樣練手感的 - 哈哈哈 - 還有那個 - 殭屍翠你知道嗎 - 你知道殭屍翠嗎 - 我知道 - 那個什麼 - 殭屍的董董殭屍翠有玩 - 那我小時候玩過 - 我們要跟小孩子有互動 - 所以我們要去學一些 - 孩子的遊戲嘛 - 對不對 - 我先發五人就是 - 安哥馬信安 - 智傑 - 潔哥 - 然後小鼎 - 然後磊哥 - 然後後衛 - 就是老一輩啦 - 因為新生在 - 台灣也比較少看 - 然後我如果要選 - 老一輩的話 - 當然就是 - 後衛人很淡 - 空久的時候就選一個嘛 - 然後 - 二號位可能會選一個 - 傑哥 - 然後三號位就選一個 - 那個 - 安哥 - 然後四號位 - 磊哥 - 跟鼎哥 - 對啊 - 我看也是這種 - 就是 - 比較老一輩的 - 學長他們 - 中哥可能他比較沒有接觸到 - 對對對對 - 早期 - 因為中哥越大了 - 我是 - 我對中哥的印象就是 - 哈哈哈哈 - 不知道他要說什麼 - 哈哈哈哈 - 對 - 所以我就覺得 - 就是 - 我自己是沒有 - 不太喜歡這種風格啊 - 對 - 我說其實你們這時代 - 蠻幸運的 - 沒有遇到中哥 - 要不然你們全部都完蛋了 - 對啊 - 真的耶 - 真的 - 我現在看到 - 現在看到那種危險的動作 - 以前真的是 - 打球真的是 - 很多 - 對阿 - 我聽說以前 - 好 到一到 - 因為我那時候遇到寶哥 - 他就教我 - 他說 - 要怎麼上來 - 你就上了 - 腳這樣踢上去 - 看誰可以 - 在你前面 - 烏鷹腳 - 我真的 - 我很認真耶 - 他說對阿 - 我們以前都這樣打球 - 你都不知道 - 我說好 - 我真的做不來 - 烏鷹腳啊寶哥 - 我就問POMO - 是不是真的這樣 - 因為POMO遇到寶哥 - 然後他真的 - 他們練球的時候 - 有啦 - 上籃啊 - 上籃你只要有靠近的 - 他腳就會順勢打開 - 不然就是可能 - 他下來的時候 - 手就會往你臉這樣照顧一下 - 有啦會比較多一些動作 - 以前啊 - 對我聽他們說是這樣子 - 但是我們打 - 打到後面我們都會訪 - 這些都是要繳學費 - 沒看宣哥的臉都繳了很多學費 - 都在那邊破那邊破的 - 都是繳學費 - 其實我們不是一直在準備吧 - 我們一直站起來 - 耶耶耶 - 其實就是已經在準備了 - 就是已經在活動了 - 想說我這樣舉起來 - 看教練會不會看到我 - 哈哈哈哈 - 這裡這裡換輪換輪 - 這是一個策略 - 還有什麼招 - 要叫特別大聲啊 - 有些人 - 有些人會 - 像我自己是還好 - 但有些人會可能 - 做到最前面 - 讓教練看得到這樣 - 就是 - 我之前有聽過 - 別人是這樣子的 - 這樣子的 - 但我就覺得 - 就沒關係 - 我做自己 - 大家都很渴望上場 - 他們現在年輕人都很渴望上場 - 就是都會第一個先跳出來 - 頭先看教練這樣 - 教練往回看了之後 - 全部頭都先伸出來 - 先這樣看一下 - 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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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他在那邊 - 尋的時候 - 我就是這樣一直看啊 - 全部一直盯著他 - 兩隻眼睛一直在看 - 表示 - 他是準備好的啊 - 他是很有自信啊 - 我很有堅定的眼神 - 看的教練 - 他是很有自信準備好的 - 我覺得這就很好啊 - 平時就是有在準備啊 - 所以不用去 - 害怕跟擔心什麼 - 對啊 - 超渴望 - 因為這樣 - 對啊 - 怎麼會跟大家 - 愛死一處愛死的 - 背死不背死 - 英文不錯嗎 - 說真的蠻訝異的 - 就是可能想說 - 你應該 - 不知道 -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間點會上 -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在 - 第一節 - 我記得是第一節後段吧 - 然後就獲得了機會 - 然後當然 - 不免說了 - 就可能想說 - 終於輪到我了 - 然後我就想說 - 上去我就是 - 專心的要把防守做好這樣 - 然後就覺得說 - 我也沒有什麼 - 我也沒有什麼 - 就是可以失去的 - 所以就是 - 真的是 - 上去我 - 我辦歸流其實我也 - 我也覺得無所謂 - 就是想把 - 就是讓他覺得很不舒服 - 就是在那個 - 進攻節 - 沒有在那個進攻節奏內 - 很感動啦 - 對 - 然後也有一些意外差別 - 褲子脫不下來 - 哈哈哈哈 - 你不是一直在幫我脫褲子嗎 - 不是 - 那時候在場上 - 我說 - 我說 - 褲子 - 幾個人一直在幫我脫褲子 - 褲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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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上場 - 其實我都一直在準備啦 - 說實在的 - 每一場 - 不管是時間還沒結束之前 - 比賽時間還沒結束之前 - 你就是一直要備戰 - 一直要準備 - 所以那時候 - 說實在的 - 我印象很深刻的上去 - 其實我是蠻開心的說實在 - 就感覺好像 - 就像他們小朋友這樣 - 欸 叫我上場了 - 好開心喔 - 很興奮的感覺 - 上去的好開心 - 都感覺有沒有 - 就像這樣子 - 好像第一次比賽那種感覺 - 因為 - 我很享受在球場上的那種 - 那種優勢 - 那種比賽的那種氛圍 - 其實 - 當你踏上球場那一刻 - 你聽到觀眾可以鼓掌的時候 - 其實你平時訓練的多刻苦 - 其實你都會覺得很有意思 -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他打這麼好嗎 - 就是因為 - 就是因為那個 - 我們前一天 - 欸 是早上偷懶的時候 - 還是前一天練球我忘記了 - 然後 - 偷懶了 - 對 然後後來 - 那個進球裡是MISS - 就突然講出一句說 - 你們今天拿15分 - 我送你一雙鞋 - 然後臉書就說 - 真的嗎 - 然後就想說 - 好啊 - 晚上打出那樣 - 我們大家也嚇到 - 然後 - 有鞋子就這樣喔 - 你太現實了吧 - 然後結果 - 他不是拿10分嗎 - 還在那邊說 - 欸 要10分有鞋嗎 - 一隻喔 - 超瞎 - 對啊 - 拿半隻鞋 - 可以吧 - 然後MISS又說 - 沒有沒有 下次再說這樣 - 激勵他們這樣 - 對啊 MISS - MISS很讚 - 那MISS好像有一些招牌嗎 - 有啊 - 我們就是 -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- 無緣無故就有這個手勢 - 然後 - 他就是 - 他就很好完美 - 他就是很 - 我覺得他很 - 觸頭很多了 - 他觸頭很多了 - 他其實也滿像小屁孩的 - 就是可以很濃入我們 - 然後他自己也 - 這樣用一用 - 然後他自己也玩得很開心 - 這樣小白那一球的頭進 - 我是這樣子的 -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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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就說 - 哇靠 - 他三分 - 然後 - 什麼 - 又來今天來比那個 - 還M1 - 然後投進M1 - 我也想說哇靠 - 因為 - 那個小白就很 - 他很會投這種球 - 從大學的時候 - 他就是那種 - 最後一集 - 他就是 - 就是有那個命 - 他就是有那個英雄命 - 所以 - 他投進我也沒有 - 特別訝異 - 但是又很訝異 - 你知道嗎 - 那種情情就是覺得 - 反正他之前也是這樣 - 然後他現在 - 今天這樣我也是 - 就是 - 覺得 - 但是還是很開心啦 - 就是想說 - 他這球救了 - 救了球隊 - 然後可以 - 搭進演藏賽 - 然後最後贏球 - 這當然也是一個 - 很好的一個 - 表現 - 結果啦 - 很讚 - 然後 - 俊翔那一刻也是 - 他前面 - 石頭一中吧 - 在關鍵的時候 - 需要他的三分 - 他就投進 - 那就是他的價值啦 - 所以我覺得 - 就是這場球 - 大家就是 - 很努力的 - 要想要贏啦 -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結果 - 還好 - 家康那時候有搶到籃板球 - 那個誰不知道誰投一個麵包 - 真的 - 波浪 - 波浪說的 - 剛好他撿到 - 順勢出去 - 就一氣合成 - 所有的動作都是 - 這樣 - 然後直接這樣子一氣合成 - 然後再這樣又回來 - 進 - 然後那天投進 - 我 - 那個罰三球跟你投一球 - 那個壓力超大的 - 那個真的是 - 你只要一球沒進你就輸了 - 真的 - 真的一球沒進你就輸了 - 你就沒有了 - 還有他投不進 - 真的我覺得後來 - 三把是真的壓遠的啊 - 真的還好 - 還好真的是小白你真的投不進 - 要不然甚至壓力真的蠻大 - 但是我相信 - 你的抗壓性三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- 我要相信對 - 對 - 對 - 結果真的是好的嘛 - 因為他也是接到球 - 就是順勢也是出手了 - 沒有 - 不可以再想了啦 - 那個球你不出手 - 也沒時間到 - 對 - 就是要出手 - 必須可以投 - 被他投信 - 被他塞到 - 塞到立後 - 哈哈哈哈 - 真的蠻帥的 - 蠻帥的 - 對對對對 - 只是可惜他罰球那時候被撥出來 - 對阿 - 不然那球應該是會彈緊 - 看那個感覺就會彈緊 - 因為規則是允許的嘛 - 所以蠻可惜的 - 隊員說實在的經驗都是很好 - 對 - 所以他們在做修正 - 輸球在做修正 - 不管是輸球還是在臨場的表現 - 馬上做修正 - 它是來得非常快的 - 但是他們出一些狀況 - 可能三連敗 - 我覺得是蠻意外的 - 可能有很多原因啦 - 加上他們還要去打別的比賽 - 所以這樣子 - 周車勞盾阿 - 飛來飛去這樣子 - 其實也影響到他們的體能 - 跟他們的專注度 - 其實這對球員來說 - 大家都知道 - 其實比賽不類 - 是那種 - 移動日 - 坐車阿 - 坐飛機這種其實是最類的 - 可能就影響到他們的休息 - 對 我也希望他們就是 - 球員都不要受傷 - 都希望各個隊 - 每一個球員都不要受傷 - 可以完整的體現 - 一個很好的賽季 - 在這個聯盟 - 體現一個很好的賽季 - 給所有的球員朋友看 -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 - 球員受傷他們 - 所以我覺得 - 他們這上禮拜 - 其實我蠻意外的 - 應該是夢想家吧 - 因為他現在挑戰我們的 - 十連賽季 - 但是我覺得他們會打得好 - 嗯我覺得算不意外吧 - 因為他們本身 - 其實防守就 - 強度就一直在那邊 - 而且他們這一批球員 - 就是都已經打了 - 我記得應該有三四年就了吧 - 他們同一個陣統 - 就是可能加個幾個人進來 - 然後其他 - 其實固定班底就是 - 那幾個 - 所以我覺得 - 因為他們連洋將也都是待很久的 - 可能都待個兩三年啊 - 那種 - 當然就是默契跟感情一定是 - 就是我覺得是在很上面的 - 所以可以打出這種成績 - 我覺得就是不意外啊 - 然後再來是那個 - 東三世那個 - 我有看到他們的報導 - 就是說 - 好像是球迷 - 跟他們說 - 你們這風水怪怪的 - 什麼的 - 然後就改了方向 - 然後就拿五連勝 - 我就覺得 - 真的是蠻訝異的 - 就是想說 - 那是人到一個低點的時候 - 就是可以 - 明信一點東西 - 不明信一點東西 - 對 - 有些東西 - 就是可能 - 到一個很低潮很低潮的時候 - 你可能可以去 - 試試看 - 然後沒想到就 - 得到一個好的 - 回饋 - 對 - 後方就是 - 就是他們就很穩 - 就是在中間啊 - 但是就是 - 我覺得那有點像 - 許哥的作風嘛 - 因為他們每年 - 每年寄錢都這樣 - 都在試什麼 - 模擬模擬 - 然後試個陣容 - 然後練個兵這樣 - 然後就反正有 - 競技有賽 - 再認真打就好 - 他的感覺比較像是這樣 - 所以他在那邊 - 我就覺得 - 就是他們的tempo - 也沒有特別有什麼 - 很訝異的事情 - 這樣 - 好 今天我跟玄瑩哥 - 聊了這麼多 - 就差不多到這邊 - 然後還有想看哪些 - 組合 - 就底下留言 - 今天 - 掰掰 - 掰掰